许世友性格直爽爱憎分明 他和一位开国上将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 甚至直到晚年也没有和解 那此人是谁 两人之间又有何恩怨呢 这位上将名叫傅忠 如果说许世友是开国上将中名气最大的 那这傅忠就是资历最老的 他的入党时间甚至早于朱老总陈刚等人 这一点是许世友比不了的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二人都深受毛主席信任 红军到达陕北时 毛主席亲自任命附中为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同时主席还特别地叮嘱校长 什么话都可以和副主任讲 而他和许世友之间的隔阂是从延安开始的 在批判张国焘的工程中 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也受到了冲击 其中就包括许世友 脾气火爆的许世友受不了冤枉气 联合了几个和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将领 准备南下四川打游击 那幸好王健安及时醒悟 并向上级做了汇报 那么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许世友想要南下四川打游击 被王健安给汇报给了上级 很快许世友等人就被逮捕了 延安为此还成立了最高军事法庭 对许世友等人进行了审判 其中附中担任审判长 在此期间 附中多次提出要惩罚许世友 甚至还向毛主席提交报告 申请枪毙许世友 那毛主席认为许世友虽然脾气火爆了点 但作战勇猛是个可造之才 因此主席出面保下了他 所以许世友一直对毛主席都很感激 他生前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生前尽忠 死后尽孝 而尽忠 忠的就是毛主席 许世友将毛主席和他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可见主席在他心中的分量了 只不过对于附中 许世友就没这么好脾气了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 两人都没什么来往 哪怕是建国后 许世友担任了南京军区司令员 附中则是总部领导 可许世友却从来不和他交往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 附中见到了许世友 他主动走上前打招呼 那么许世友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67年北京召开会议 附中见到了许世友 这些开国将领们也都知道二人的渊源 因此就想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于是就先说服了性格较为和善的附中 附中也明白众人的良苦用心 于是主动走上前和许世友打招呼 但许世友却没搭理他 只是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附中觉得有点尴尬 只好转身走开 结果刚转过身 许世友就开口了 说道 你知道我当年在延安被关押的时候 在想什么吗 说完也不等附中回答 许世友又自顾自的说道 我当年真想一脚踢死你 附中听后愣了一下 随即也明白过来 许世友这时还没有放下 于是无奈地走开了 戏论当年 附中按照上级要求 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并没有错 只是他所做的事情 确实让许世友蒙受了不公平待遇 这或许也是许世友耿耿于怀的原因吧 但不管怎么说 附中和许世友都是伟大的将领 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后人永远缅怀